今天我们先看到流苏 你看到现在所有的欧美明星 他身上的流苏 全部都是用同一种材质 叫做脊皮 所以脊皮材质的流苏 是我们今年秋冬一定要具备 今年蕾丝也可以穿成运动风 因为以往穿蕾丝 你会觉得是碰它就会尖叫 碰它会跌倒 但今年的蕾丝你可以穿的 就是感觉上它还可以跳 对 它还可以去市场 欢迎收看这个女人我最大的 今年秋冬你一定要有的 是什么样的元素呢 如果你的身形呢 像他们四位呢 今年秋冬你不好过 诶 怎么这样穿 现在怎么这样穿啊 就是在过马路的时候 大家会一直 会一直住屋里 对对对 很容易就赚到住屋里 对对对 很容易就会变成长辈 好的 我们就请教两位大师的怎么办呢 又曲老师 大家好 我是又曲 凯文老师 大家好我是漂亮 是不是 今年流行的是什么呢 蕾丝还有刘苏 是的 吓死人了 其实今年刘苏真的超级超级红的 我们讲说今年你什么都可以没有 就是蕾丝跟刘苏 不能没有 那我们先看到刘苏 你看到现在所有的欧美明星啊 他身上的刘苏 全部都是用同一种材质 叫做鸡皮 对 所以鸡皮材质的刘苏 是我们今年秋冬一定要具备的 有喔 然后另外大家有看到 老师那是不是比较肉型的 我有橘皮喔 橘皮 是橘皮啦 橘皮 像他这种流书是不是要粗一点的 粗条的 其实体型跟流书的长宽比啊 有成正比的道理 所以我要用这么宽的喔 没有 其实可以再宽一点 因为太细的反而对比成你的体型 它的是细的 我是细的 配件就对的 真的 可是它那个报纹不是看起来 会比较老气吗 很老气啊 对 你看 我只是说流书对而已啊 我没有说你穿的对啊 对 好吧 然后另外一个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的女生的下半身 全部都是流书 而且啊 也是很瘦 全部的下半身的流书 都是极西的裙子 或者是过西的裙子 而且一定要腿很长才可以穿 所以娇小女生穿这个 有时候会蛮烦恼的 可是另外就是我们看到配件的部分 也是喔 其实除了衣服之外呢 所有的配件 包括包包啊 或者是饰品啊 我们讲到耳环这些 全部都是一定要有流书 你没有流书就OUT了 好的 再来一个 蕾丝 是 我们来看蕾丝 太可怕了 这个东西太可怕了 这个也很难吃 真的 这真的一不小心就阿桑了 对 蕾丝其实一直以来都是 就是要做性感女神的逼迫 还有公主 对 公主性感女神 只要要讲到女人 就会讲到蕾丝 而且呢 从以往这种 法国的高级薄又透的蕾丝 到今年的布纹蕾丝 那他们两位穿的是什么 是吗 这初步的嘛 都比较像布纹型的蕾丝 比较厚一点 就是初步 初步蕾丝 对 我们会看到你看 今年的蕾丝 它从镂空型的 对 强调身材曲线的 然后呢 到比较宽松的都有 然后今年的蕾丝 其实蕾丝很容易穿起来 像玩礼服 对 但是蕾丝也可以穿得很有个性 然后今年的蕾丝 你看 譬如说蕾丝搭烹裙 好好看 好看 搭烹裙 这就是公主 而且你会把 你会感觉这种穿法很 澳大利赫本 对 很复古优雅 然后这里还没有运动风 今年蕾丝也可以穿成运动风 运动风 比如说 运动 就是去运动的时候 然后里面穿蕾丝内裤的衣服 就是让人家觉得 因为以往穿蕾丝 你会觉得是 碰它就会尖叫 碰它就会跌倒 对 但今年的蕾丝 你可以穿的就是 感觉上它还可以跳 对 它还可以去市场 蕾丝穿蕾丝真的会很像窗帘 会啦 对 出复吧 而且我觉得不是穿蕾丝的都很瘦 对啊 真的 像佑南这样子 很瘦 对啊 可是佑南穿蕾丝就有点老气 就不敢再戴尸体 因为就觉得很 就像她说 我建议看到我太夫妻 叫我梁刚才叫秦母 对 就直接这种感觉 会 对 可能在咖屏上面 而且佑南姐这一件好特别 她那裙摆是两层式的 对 分开的 什么意思 这有点多此一举 裙子是裙子上衣是上衣 哦 你是超长版合身上衣啊 还是说其实那件上衣 其实应该是像佩杰穿的洋装 应该吧 所以我们穿起来它就太短 然後就再加一个衬 所以看起來又更老氣了 蕾絲這種東西 有些時候沒穿好 譬如或者是衣服的版型 花紋有問題的話 真的會讓妳看起來 真的像琴 好的 所以都避開紅色 然後後面那個 笨不用說了 也不是這樣 因為你知道 它就變成一個 蕾絲就是真的 適合比較瘦一點的 然後像我們那種肉肉的 然後又長得不是很高 穿蕾絲的杯麵 杯麵 很可愛 很可憐耶 對 杯麵 而且它 沒關係 因為它只會掉眼淚 它不能哭出聲音 意外傷喉嚨 對 好 那讓我們看看 今年流行的元素 穿在身上 效果有多好啊 歡迎兩位 好瘦喔 好好看喔 很久 很久 他們腿都忍性 雞美姐 對啊 很久沒走 對啊 走秀了 很久 而且這樣比 臉一定要這樣嗎 酷酷的 這很有架式 很爽這樣 對啊 甩甩的 對啊 很爽 對啊 腳甩甩 是喔 可是他們都瘦 當然穿起來這種好 也是 妳先看流蘇 包包 這包包我也有 我也介紹過了 也有流蘇 對不對 對 其實剛剛講到的 流蘇的三個 最重要的元素 現在我全部把它 放到師民的身上 第一個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裙子 就是我們講到 今年一定要有一個 過膝的流蘇長裙 那所謂過膝 它可能分成兩段式 比方說 第一段在流蘇的上層 它是有一點點 在膝蓋之上 所以你還是可以 若隱若現的 看到這個膝蓋的曲線 或大腿的曲線 所以它還是有 延長眉腿的效果 更小的人穿 就把它剪短一點就好了嗎 其實 有選比較短 短板的流蘇的 或者是比較高腰的 或是三股便嗎 不行 是幾片 因為好的流蘇 捲起來 好的流蘇 其實它是旁邊 是會有收編的 鞋子上面 也有一點點小流蘇 那我們記住喔 你身上全部 很多流蘇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喔 對 可是你就是要有一個 是主角 比方說我們看到師民 它就是裙子 是它的主角 然後 鞋子上的小流蘇 是它的配角 再加上呢 因為今年我們講到 就是六零年代 跟七零年代的那種感覺 一直延續到秋冬 所以師民給他穿的 這個上半身的這個罩衫 這個 這個上衣 很老派耶 對 就是老派 就是要老派 我們這種老 真的老的人穿這個就很老耶 對 不能穿花的 那是因為他年輕才可以是不是 又瘦 其實新妹姐講到重點啦 就是可能跟年紀有關 可是新妹姐的樣貌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就是我覺得 這是我們的樣貌比較好 我們的身材有問題嗎 沒有沒有 都沒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 一不小心就會很老 對不對 對 一不小心的話 這種比較有樹林口的啦 或比較花襯衫的 會變得比較... 可能就感覺脖子受傷弄封蓋的 對 可是今年... 今年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一定要在領圍的地方 有一些裝飾品 就是今年的秋冬非常重要 它黏住的喔 對 它是整個串在一起的 它不是另外綁的喔 它不是另外綁 它是整個跟上衣放在一起的 這種很巨大的流蘇耳環 也是今年秋冬很重要的趨勢 因為它一對比以後 師民的臉已經夠小了 就看起來更小 然後再戴一個 有一點點葡萄籽的這種 大盤帽 就很像六零年代 對 六零年代 看到那個美國的復古 有一點西皮加名媛的味道 老師 像你說它那個耳環啊 像我們臉比較大的人 不適合 因為你會跟流蘇打起來 你可以大拔一點 哈哈哈哈哈哈 多帶一點 他以為會大拔會大拔 流蘇會變得八米在化身 沒有 可是有人覺得 不適合戴黑的啦 他可能要戴別的顏色 沒有 就可以穿長 比方說你脖子比較長的話 你可以長一點的流蘇 但是不要膨的 因為碰到臉的話 到時候它一直在幫你畫腮紅 就不好 好 了解了 那這個 好 我們來看 威姐的蕾絲 我喜歡這種感覺 對 其實我們剛才說的蕾絲喔 以前的蕾絲會是那種 好像是 絲織出來的很薄 然後這樣會飄 像禮服一樣 但是蕾絲衍生到現在呢 它會有一點 它會比較有個性 比較有運動的感覺 或者是比較強烈一點 你看像這件蕾絲 這好像紙做的喔 比較低一點 它這件蕾絲 其實它的蕾絲是挺的 對啊 它是化鮮 但是你仔細看它 化鮮 老師什麼是化鮮 化鮮就是混綁的 混綁的東西 化鮮就是藝人 化學纖維 我就是我家的照片 化學纖維 會把它脫掉 化學纖維 那你看它其實 它以前的蕾絲 我們覺得是應該像花一樣 就一勾就會破壞掉 但是現在的蕾絲 其實它是用不規則的重複圖形 去達到蕾絲 鏤空的效果 這樣子的蕾絲 如果說搭配上 很有個性的白襯衫 皮衣 你會覺得蕾絲 原本那種嬌柔 然後非常 對啊 性感的感覺 貴氣的感覺 就不一樣了 然後再加上 那種牛津樂福鞋 然後小短襪 它的腳踝跟我的手踝一樣是 然後一個有個性的小手包 這也有留書耶 對 其實今年很多這種 你可以把它結合在一起 老師 它總是要腿 像順便姐的腿就可以這樣 對啊 細細長盤 沒有 我跟你講 這種襪子最適合就是 羊娃娃腿 什麼叫羊娃娃腿 羊娃娃腿就是沒有腳脖子 沒有腳脖子 真的假的 因為剛好把它藏起來 那個羊娃娃叫艾樂芬 它的名字 它這個好像嗎 真的假的 而且你們有沒有發覺 其實它這個襪子的長度是很短的 對啊 你即使比較長一點 你一定要把它往下拉 剛好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配上這種牛津或樂福鞋的時候 它其實它可以修飾到你這一段 因為人家會覺得這一段 是襪子的關係 對 不是你真的沒有腳脖子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腳脖子粗 你的問題不是在這一段好不好 真的嗎 你是這一段最沒問題 其實 沒有 小憶這一段是好看的 是不是 小憶是膝蓋以上都要大媽在做 對 我還今天露了膝蓋 老師 今年還有這種裙子 你看喔 它裡面有一個內襯 是故意坐到這邊對不對 然後外面又這麼長 那他們那種腿只有啦 腿的表現不夠 它就已經倒下來 不會耶 其實今年有很多這種 透視的兩層裙子喔 有些它是把內襯做得比較短 有些是把內襯做得比較長 所以我以為佑南姐是故意的 今天會有故意就是要讓它透視 反而腿比較短的女生 適合內襯短一點 對 可是短一點 不就顯得大腿就很粗 不會...因為它隱隱約約在腿 在裡面 根本看不出你腿的形狀 它不是合的啊 它是寬的啊 它還是寬的 如果你穿合的話 就不可以太透視 如果你腿條件沒有太好的話 其實像佑南姐 今天這一件雷斯上衣啊 你裡面的內襯太亮了 太亮了 它會反光 對... 它會反光 所以它其實你這件OK 你只是裡面那件脫掉就好了 脫掉 全是一樣 好性感 好啊 那你們四位呢身高的 還有下半身比較壯的 統統都有各自的困擾跟問題 對不對 然後呢如何這個全是今年秋冬 一定要有的這種元素 然後還有兩位就要代表的是 小織女 怎麼樣把今年秋冬元素穿出那種 你知道嗎 比較平價 可以穿出名牌感 名牌Fu 好不好 那六位一起換囉 好 交給兩位大師 謝謝 如果說你自己穿內衣的時候 感覺上不穿內衣的時候 肚子大過胸部的話 誰肚子會大過胸部 很多好不好 真的會啊 我還是一般人的 一般是孕婦耶 男生才是孕婦 不穿內衣的狀況之下 很多人肚子大過胸部 你真的不知人間皮膚耶 例如像佩潔如果 他們的手一定會割養